第34章 生门死门 梁子道和吴道昌两人一左一右朝着楚河飞驰而去 虽然两人都对于楚河展现出来的实力感觉到心惊 可到底也没有那种直接放弃抵抗的想法 毕竟楚河还年轻就算是天赋绝伦又能如何 他们两人加起来都两百多岁了 战斗经验和道树的精神程度都不是一个小小的年轻人可以抵抗的了的 喵 还不等楚河出手 那九命猫妖小黑就直接怒叫一声 只是不知为何这声音听起来就像是猫咪威严稍微有些不足 吴道有小些 此乃九命猫妖 小黑直接一巴掌朝着吴道昌拍了过去 吴道昌冷笑一声 不过是一只虚弱到了极点的天妖罢了 他说着 直接从怀中掏出了一只八卦镜 在躲闪过了小黑的攻击之后 直接就拿起来对着小黑照射而去 一道金光从八卦镜之上传来 照射到小黑身上之后 顿时传来一阵焦臭的味道 原本小黑乌黑发亮的毛发直接被烧出了一个洞 小黑吃痛 直接跳开 呵呵 畜生就是畜生 一道声音冷不丁地从小黑的身后传来 难道连陷阱都看不出来吗 话音落 小黑陡然感觉到 像是被一张大王给束缚起来 在小黑的脚下 一个巨型的太极图案亮起 而刚才那些弟子们布置得像是金线一样的 灵力线条陡然升起 直接将小黑缠绕其中 呵呵 空有一身蛮力 又能如何 梁子道痴笑道 这便是人族虽然弱小 但是却能将你们封印的原因 吴道昌也掐起法掘 楚河的脚下也升起了跟小黑一模一样的阵法 楚河 你能躲过张志成和葛灵根 但是却躲不过这大阵 吴道昌见到楚河也不闪避 心中已经是松了几分 我见门阁和清城的梁子道道友 还有那峨眉的素心道友 均是以阵法建长 你还是投降了吧 这阵法你破不出 倒不如直接以身化作阵眼 重新加股封印 哼 梁子道冷亨道 跟他那么多废话干吗 我原以为他能从山下张志成道友 和葛灵根道友的手中活着上山 定然也有几分本事 没想到就这 实在是让我失望 直接将其扔进那封印破口算了 任凭这两人在外面说着 可楚河就是不为所动 反倒是看向了一侧的九命猫妖小黑 他巨大的身形正在阵法之中不断地挣扎 你想出来吗 想 九命猫妖小黑发出哀鸣 那我便放你出来 也算是还你刚才在山下舍命救我的人情 虽然对我的帮助也不大 说着 楚河抬起脚朝着前面一步踏出 是 梁子道忍不住笑道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 还要救其他人 他忍不住摇头继续道 此乃八卦扶行阵 其中有三百六十种变化 只要走错一步 束缚便会加强一分 我要是你就不会轻易地移动 话音落 楚河的一角也直接落下 八卦扶行阵一如往常 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 梁子道的瞳孔一缩 什么 竟然没有触发阵法 吴道昌眼神也是微微眯起 随后又微微睁开 倒有何须担心 不过巧合罢了 如今他脚下的声门 恰巧就是位于那九命猫腰方向 他只是误打误撞 碰到了第一步的声门方向 闯中了那四十五分之一的几率罢了 梁子道轻轻点头 便是有此等运气 也是不得了了 次子的气运也是非常 不过也仅限于此了 只是他一句话刚说完 就又见到楚河抬起了脚 不过这一次 楚河没有往前走出 而是向着左边走出一步 两人的脸色顿时变了 如果说第一步可能是蒙的 只不过是恰巧走向了正确的方向 这才闯中了一个小概率事件罢了 那这第二步如何解释 要知道楚河的左边 可是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道理走向左边 可偏偏左边的一个方位 正是声门所在 难道 难道楚河懂得这八卦服行阵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浓浓的不敢相信 这不可能 阵法一道和普通的修炼不同 这绝对不是天赋主导一切的领域经验才是最最重要的 两人都是阵法高手 在这个世界上单论阵法 又有几个人能比他们更强 这一步一定也是巧合 两人抿着嘴唇 也不再嘲讽 明神看着楚河的下一步动作 却只见到楚河微微一笑 直接连连踩出几步 每一步都是精准地踩在了阵法的声门之上 精确无比 甚至他们 甚至怀疑 就算是让他们走进这个阵法 能否做到像是楚河现在这样驾轻就熟 两人的脸色彻底的绿了 谁能想到 楚河竟然还是一个阵法高手 而且阵法的造诣绝对不在他们两人之下 看着两人铁青一片的神色 楚河心中默默摇头 他在此地几百年 每日都是与这阵法打交道 这些年来 更是钻研了不知道多少的阵法 若说阵法一到最强的是经验 那么楚河的经验绝对可以碾压这两人 楚河闲庭信步地在阵法之中来回一步 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了梁自道和吴道昌的心头 直到最后一步 两人的心都是提到了嗓子眼 只要走出这一步 只要这一步走对 那么楚河就可以成功地从阵法之中脱困 只见到楚河的脚轻轻地抬起 而后缓缓落下 那一步正是阵法的最后一道声门 若是这一步落下 那便是楚河这三百六十步声门 一步也没有踏错 便是梁自道和吴道昌进去 也至少要踩错三分之一 通过试错来走出剩下的声门 而楚河一步也没有走错 而就在梁自道和吴道昌 两人近乎绝望的时候 楚河那一只脚竟然又收了回来 没有踩下去 两人精神顿时一震 难道最后关头楚河看不出声门在哪里了 仿佛是我了印证两人的猜测 楚河又抬起脚 直接踩下 这一步是死门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